历史灿若星辰,沧海一宿,有着数不清的朝代 而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唐宣宗在开元年历经图治,出现了开元盛世 但是唐宣宗后来不仅单于祥乐,还任用了奸相杨国忠 不仅朝廷内部很混乱,外部也攀镇割据 后来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安禄山打着凤凰命打击杨国忠的气候,发动叛乱 唐宣宗为了对付安禄山叛军,就聚集了一些市警小民反抗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所以安禄山很容易就攻下了洛阳城 然后就在洛阳城地,因为长期沉迷酒色,安禄山城地的时候身体很差 身边的人就成了他的出气筒,他们惨遭安禄山的大骂 安禄山叛乱的时候,唐宣宗把他的大儿子安庆宗给处死了 安禄山就打算从儿子们当中选择继承人了 最有资格当继承人的是二儿子安庆旭和幼子安庆恩 但是安庆旭头脑不聪明,甚至被人认为是懦弱无能 并不适合当继承人,安禄山非常宠爱断世 所以想立安庆恩为继承人 他的手下因为经常受安禄山大骂,已经对他很痛恨 再加上这件事就更想杀死安禄山 所以就找到安庆旭,准备一起杀死安禄山 安庆旭虽然懦弱无能,但是对于父亲整日的喜怒无常 感到害怕,生怕哪天也像自己的哥哥一样突然被处死 就同意了 这期间有一位宦官起到了举重若倾的作用 安禄山身边有一个宦官叫李珠儿 他少年的时候就跟随安禄山,得到了安禄山的宠信 安禄山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就把李珠儿变成宦臣 李珠儿因此差点丧命,所以李珠儿早就忌恨安禄山 李珠儿很快便加入了谋杀安禄山的队伍中 成为了安庆旭内部最好的眼线 他们策划好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潜入安禄山的寝宫,合作杀死了安禄山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祖辈文化